聚集众多国家电影导演以及演员的新加坡第26届国际电影节 在滨海湾金沙国际会展中心登场 邀请全球51个国家共146部影片参与盛会 让新加坡人能欣赏到各国不同风格的创作 第26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是新加坡的影坛盛事 今年有51个国家共146部影片以及许多国际影评人出席盛会 各国明星纷纷布上红毯 驻新加坡代表张大同抗力向导演与演员们致意问候 台湾电影人士也带来了四部受到瞩目的国片 分别为《太阳的孩子》、《台北抽搐》、《青田街一号》以及《小孩》 为电影节增添光彩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其实是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 今年已经是第26届了 然后今年我们会播放146部来自51个国家的电影 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大家对电影的爱好 然后促进电影工作者跟观众的交流 新生代理中导演与演员隋唐、杨燕燕布上红毯 发表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所指导的《青田街一号》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幽默喜剧作品 在今年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了各界好评 《青田街一号》其实拍摄我们大概拍两个月吧 因为它是一个动作爱情然后黑色喜剧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部分是除了演员的文系之外 很多是动作戏 然后还有许多就是打戏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过程还蛮辛苦的 因为我们拍两个月其实时间很赶 那第一次拍这样子的电影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 所以也花很多时间去跟我的武术指导啊 跟演员做磨合 接着记录原住民议题的《太阳的孩子》 郑友杰、LeGasumi两位导演 以及剧组中的男女演员 也上台接受大会司宜的《问语达》 这部影片更是在开幕典礼上被选为电影节首映片 显示新加坡对台湾电影工作者及国片的刮目相看和支持 我们想要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然后它的美丽不只是土地的美丽 还有人心的美丽 那我自己本身想要拍摄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为 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原住民 还是普遍地存在一些偏见或一些歧视 那我觉得我们要去改变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从媒体 从教育开始去做 那我觉得现在《太阳的孩子》所带给大家的感动 就是因为它存在着我们两个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又试图地将这些观点在电影里面 让它别那么明显 就是让这个最真实的这样子的触动 真情流入在电影里面 甚至演员的演出 都是尽量地符合他们自己表达的情绪 这场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让与会者深深感受到 电影工作者认真与敬业的精神 同时证明了台湾电影 在国际上一定的接受度与肯定 让海外看见台湾影视业的软实力 台湾宏观电视张思辞 新加坡采访报道